I will always be I will always be 一定太害怕 健健問上去 Hello 大家好 今天就是我在香港最後一天 最後一天 我的酒店就是這裡 位於北角碼頭對住 既然自己酒店在這一區 就真的不要浪費了 最後一天就來北角去逛逛 因為既然舊區是老區 應該也有很多興趣的東西 今天就來一個旅遊的身份 在北角這裡 玩一個 沙華道這個名字其實代表了 印尼爪灣 以前跟印尼非常多的商業 物流的來往 沙華道最有名的就是熟食中心 以前有一間東寶小館 現在就搬走了 但我不知道樓上現在是怎樣 所以我好奇想上去看看 我今天選了星期六來拍 是一個非常大的錯誤 因為這條街很多人很尷尬 這個樓上應該就是熟食中心 是不是 以前這個位置就是東寶 沒有了 大部分好像都是男人 後面熟食中心 都是有些如常的店 唯獨 本身在東寶這個位置就沒有了 好了我們先下去 不要妨礙著人吃東西 全部都是漢子佬在吃東西 然後我就好像拿著相機 騷擾到別人 超可怕的 大佬 大家在這裡走真的要看看路 因為真的隨時有電車就這樣經過 輕側腳趾尾就被電車輪 過重室就真的是 最大的特色就是一個老天的乾濕市場 同時這裡有一條電車軌 就會隨時都有電車經過穿插 令到它非常有電影感 舊香港的感覺 養活了北角這一區的居民一常生活 這個叫春央街 但跟春天季節是沒有關係的 源於一個叫做國春央的人 也是幾久之前的人 本身是買了一個在北角發電廠的地 打算蓋唐廠 但還有蓋唐廠 再來住 為了紀念這個人 把這條街改為春央街 其中一個名物的口信 我會帶回去 據聞說蝦子麵本身已經有調味 只需要用滾水煮它 它已經 湯底會有味 我們英國就比較少蝦子麵找到 所以這麼老字號 60年歷史的蝦子麵 我就經過 不妨買一盒回去就試一下 看看是不是真的這麼好吃 剛才進去的店裡 都是來來往往很多人在買 它的粉麵 魚片 各類的東西 所以應該真的挺好吃 最覺得香港的特色 就是這些水果店 又會有赤裸的哥哥 然後大聲叫蔡菜 水果的一次 這個真的是香港獨有的特色 我現在下一站 兩票要去 有一間叫做德興龍豆腐 就說吃它的豆腐花很出名 我不敢太大聲 因為其實這個很小 我當然會影響到別人 這個就是它的 味道一定帶的豆腐花 咬了之後 阿姐已經馬上拿來了 然後是 手指弓會塞進去那一隻 頭很大大家不要介意 因為要控得很慢 本身已經有些糖水在裡面 也不會太甜 但它的豆腐味真的很濃 而且它的豆腐是非常非常結實 大家也很流行說 喜歡吃日本豆腐 或者日本豆腐油滑 其實主要的分別就是 因為日本的豆腐會直接撲合 所以它的水分就會高一點 好處就是它的豆腐味比較淡 但如果用這些傳統的手法 用這個木板壓著豆腐 它的水分就會飄出來 減少水分 豆腐味就會更加的濃烈 現在我要快一點吃 因為我吃完就離開了 現在沒有冷靜在這裡說 我完全不敢久留 它的店舖是挺小的 而且很繁忙 即是阿姐是超高效率的 我坐在這裡說太多話 完全是阻礙人 加上外面吃的時候 已經有很多人在這裡排隊 其實港式豆腐只是板豆腐 港島區尤其是 這裡應該都是MAYE一兩間 今次回到香港超級道 原來往後飯店已經是 執政北角這一間 即有一陣子那間已經是執了 我以前經常去那間就是灣仔 爸爸媽媽跟我都經常一起去 這裡最有名的就是這個湯 再加上這個餐包 其實吃完這個餐包 加上這個湯 我都已經飽了一半 我今晚還約了朋友去打火鍋 很濃烈的番茄味道 而且它的菜已經很軟很軟 另外精進就是這個甜湯包 加一點 輕輕噴上去 沾一下湯來吃 超好吃 超好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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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這條魚吃完要小心 找到多少個 今天在這裡走這些 就是這個 不過舊區呢 我覺得挺有感覺的 因為我很喜歡這些舊區 很喜歡這種舊香港的感覺 我們沒需要世界 我們就只需要我們 我希望我們anzo住在這樣 jugar 我們不用世界 我們只需要我們 我希望我們在這樣 tourism 吃完東西就是想 Spirit 想為什麼小事啦 就是富 liberties 乖乖有 又吃飽了 也很飽了 王后饭怎样就过来 我来到现在是很多人打卡 不过议很多都不是本地人 我的电影拍戏想取景香港 其实不外乎就是这个怪兽大厦 代表香港的食丝森林 另外还有就是那些横旋 他们觉得香港还是那种渔村的感觉 香港60年代的那些建筑上居下铺 但是这个可居可铺的方米 其实在香港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 值得来看一下的一个原因 也算是 现在真的落出雨了 所以都走了 有很多游客在这里看的 的确实是 而且这里还是很多居民住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来 尤其是你们如果不是香港人 在看的你是游客 想着来香港旅游 你真的不要打扰到 这里的居民 因为这里始终还是一个住宅 真的在住 你太多人在这里出出入入 说很吵的话 真的可能有一些资料 静静地插几张 我这样觉得没问题 然后就慢慢的 又在这儿漫步 走回去 够不够时间漫步呢 都应该够的 还有一个多钟 换一换衣服 都湿了 准备去见朋友去吃火锅 好像很噁心 都是配搭球鞋好一点 现在看看有没有戴屎卡 没有的 好像真正正带好了 大家看着我戴好 老了大哥 走这个斜路 收到气了 这家店是在大馆附近 所以呢 撑到最高的了 搞不定 我发现了 我是做所有 运动都不行了 除了跳舞之外 我说是所有东西都不行了 不走不跑都不行了 游泳不行了 行山不行了 你总之所有东西都不行了 走楼梯不行了 大唯独是跳舞OK了 它很高 然而是 我给我开场 别理你 不,为什么你会吃 不是别理我 不,为什么我吃 这么搞笑 这个 真的不是 这个是不是 是什么 是不是 不是 Montse 我這個餐肉超好吃的 Cheers 吃到補肥為止 你們是兩秒鐘 一定是要燒下去的 多混亂 之前還買了一個油證箱 如果真的有什麼 就馬上記住 但我才發現 我是早機 那有什麼東西呢 東西都關掉了 我不敢說得太大聲 因為這裡的隔音真的很差 現在就是我香港最後的一個晚上 明天就要搭一個早機回到英國 這次回到香港有什麼感受呢 其實都算是我這麼大過以來 最長一次沒有回來的時刻 最大的分別就是不關它的速度 真的很快 雖然我住在倫敦 已經是稍微近磅一點 因為是大城市 雖然覺得搶大 但有時候它也是一個好處 因為我覺得它很有效率 人們做事很快幫你搞點事 客戶熱線 完全是很幫忙 不像英國 不習慣的是有天氣 身體上有些不是太習慣 很容易中暑 另外就是口罩 香港算是還是有一半人戴口罩 尤其是一些公共交通工具 敦敦已經是沒有人戴很久 韓國以我的觀察 上了年紀老人家會戴 其他的年輕人都比較少戴 多謝大家追蹤著我這個旅行經歷 由英國去韓國再去香港 下條房應該就會在英國 好了 都晚了 那就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等一下 Holmes 逓